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提到阅读文献的两个阶段 这一讲我们来谈一谈阅读文献过程中的三要和三不要 所谓的三要是指我们在阅读文献整理资料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三种方法 而三不要是指我们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该要避免的三种错误 我们先从三不要谈起 第一个不要就是不要做无选择的精读 尤其是在文献阅读的第一阶段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能否有效的过滤我们吸收的信息 有选择的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实际上是衡量我们的工作能力 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一个关键 不过这里要注意我们提倡有选择的阅读 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而忽略相关的关键文献 这是第一个不要 第二个不要就是不要只读不写 尤其是在文献阅读的第二阶段 如果我们能够养成边读边写的好习惯 实际上能够极大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 能够使我们把我们读过的东西更快的消化 更快的为我所用 有很多记录读书笔记的好方法 你只需要找到适合于你的那一种 这是第二个不要 第三个不要就是不要让资料来源不清 我们每次记录一条有用的信息 都必须记录好它来自哪篇文献 这会让你在以后写论文的时 需要引用这条信息时节省大量的时间 如果你写论文的时候需要引用某条信息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它来自哪篇文献时 你会非常的懊躁 而你却不得不使用大量的时间 在成堆的文献中进行重新的搜索 而且经常很难找到 这三个不要 不要做无选择的清读 不要止读不写 不要让资料来源不清 都是阅读文献过程中的大忌 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在阅读文献和整理数据时 可以使用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列表法 列表法在我们整理大量的资料时 会特别有用 我们做这样一个表格 我们把在不同的文献中 对某些类似或相关的 信息点的不同的描述 罗列在一起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很方便的做出比较或者对比的分析 这些信息点可能是 为了获得某种数据 各个文献所使用的不同的方法 或者是在某种类似的条件下 各个文献得到的各种不同的观测结果 我们把它们罗列在一起 可以很方便的做出我们自己的总结 第二种方法叫画圈法 实际上是画一个简单的逻辑观念图 我们把我们在论文中想要表示的论点 用几个字简单的写下来画一个圈 然后把能够支持这个论点的相关的文献 或者是其他论点和该论点用一个箭头联系起来 每一个论点我们都最好能够找到有相关的文献支持 有时候某一个文献能够同时支持两个不同的分论点 而我们所有的分论点或所有的文献 最终都应该能够指向我们的总论点 画好这样一个逻辑关联图 我们论文中的文献综述部分的逻辑关系 就会一目了然 阅读文献整理资料时 我们可以使用的第三种方法就是 对我们已经阅读过的重要的相关文献 写我们自己的摘要 我们为别人的论文写我们自己的摘要 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研究服务 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记录下 在别人的论文中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有用的部分 这样有了这些摘要 我们在写作我们自己的论文的时候 对这些相关的重要文献的运用 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我们也会对在我们写作过程中 还需要哪些论据更加的清楚 今天我们总结了在阅读文献过程中的三要和三不要 下讲呢 我们会来谈一谈在写作文献中书的过程中 可以使用的一些具体的方法 谢谢大家